你见过用锤子 电锯做手术的医生吗 而这却是骨壳医生的常态 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座房子 那么骨壳就是搭建房屋的钢筋混凝土 骨壳医生是修理工 骨壳手术也是所有手术动静最大的 八岁的小辈 则是骨壳医生接下来需要修理的患者 走路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不会 小辈患有脑瘫马蹄族 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病变 而造成了肢体活动障碍 如今小辈的脚步挤心思马蹄 还往内翻 导致他无法行走 我起不来 我这个后会救死 每走一步都是钻心的疼痛 就连简单的起身都做不到 但经过副医生的评估 发现小辈愈后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正常生活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想去给他创造一个美好的一个未来 彗子他们决定冒险为他进行手术 手术前夕 医生照例为患者科普手术风险 和同龄人不同 小辈没有任何害怕和惊慌 反而十分坦然地面对着一切 怕不怕呀 我不怕我很勇敢的 小辈的梦想就是长大当医生 帮助很多像他一样的患者 在此之前就由医生先来帮助他 手术第一步就是要剧掉大腿外侧的骨刺 它是钻心疼痛的来源 很怕一个个蛋大的董出现在大家眼前 随着枣子的敲打 骨刺被顺利取出 与此同时副主任也结束了上一台手术 匆匆感染 副主任迅速接手手术 小辈又做的手术十分困难 先是松解开一只紧绷着的直睛膜 这是到这马蹄足内犯的罪魁祸首 随后再用电锯去开内侧血骨 然后再嵌和一块同种一体骨进去 整个手术就像木工一样 当桌子不稳定时 用一块木鞋垫着 就能让他们处于同一高度 原本手术进行到这一只很顺利 可对于是否松解肥肠肌 副主任和外籍专家产生了分歧 鉴于小辈目前的情况 外籍专家不建议松解肥肠肌 因为这容易造成患者下肢力量不足 而副主任则是为了保险起见 避免二次手术 经过一番讨论 副主任最终通一了外籍专家的说法 随后就是固定鞋骨 医生从三个角度 植入了几厘米长的罗钉 五个小时后 手术顺利结束 术后五天小辈在医生的帮助下 恢复得很不错 未来会越来越好 儿子明明在吃饭 爸爸却将用过的直径读进饭盒 看着饭盒里仅剩的一颗豌豆 男孩念念不舍地放下饭盒 虽然已经放下了筷子 可眼神一颗也没离开过 就连扔垃圾时 眼睛还死死盯着他 这并不是男孩贪吃 而是男孩患上了一种罕见疾病 一旦患上不管吃多少都吃不饱 发展到后期连垃圾都要吃 如今但凡一提到不让他吃肉 就会变得异常暴躁 要控制饮食少吃肉啊 看着越来越暴躁的儿子 父亲有些手足无措 急忙让医生停止刺激 如今气碎的养药 身体各项指数都严重超标 父亲本想来看下疾病 不料查出了染色体问题 这个小朋友呢 不是普通的肥胖症 他患的是一种罕见病 叫小胖威力中和症 这种病是由15号染色体变异导致 如果您的孩子有一下症状 请及时就医 零到一岁时 患病的孩子寄生力低下 吸水力很差 如果不特殊照顾 甚至会被饿死 二到三岁 食欲就会逐渐好转 可到三岁以后一切都变了 食欲会随着年龄增长逐步抗净 饱腹感消失 越吃越多不加以控制 甚至会撑死 此便还会导致脂力发育低下 愿之语言低下 性格暴躁偏执 七八岁开始偷吃东西 有的还会去捡垃圾吃 等到十岁以后 脾气会彻底失控 体重难以控制 十几岁就三四百斤 是这个病的管理 但遗憾的是这个疾病 至今依旧属于绝症 没有根治的方法 唯一能做的提早干预 越早越好 做完一切检查 但是让医生不解的是 为什么经过了治疗 杨杨还比之前胖了这么多 听到这杨杨爸爸无奈地笑了笑 原来这段时间回了趟老家 爷爷根本不信有这个疾病 不听往孙子嘴里塞吃的 才造就如今各想超标的杨杨 对此父亲也很无奈 很快又到了心心念念的吃饭时间 爸爸给他买了一盒沙拉 为了控制饮食 爸爸便想吃掉其中一个蛋卷 不料杨杨说什么也不同意 眼见即将发火 爸爸也没有办法 一盒沙拉两分钟不到 就被他吃得一干二净 面对爸爸的劝说 一只无动于衷 到最后连一颗豌豆也不愿放过 让爸爸更气愤的是 爷爷趁着他去拿报告单 又往孙子嘴里塞了不少零食 害怕将孙子饿到了 爸爸对此也没准 有这样的长辈 杨杨显了治病 多半是没有希望了 大听广众之下 男孩突然尿了裤子 面对众人偷来的一样眼光 男孩却无动于衷 妈妈则费力地帮儿子挡住 130斤的体重 像一座山一样 横在弱小的妈妈面前 每一步操作都异常困难 要知道男孩现在才八岁啊 很显然不符合常理 妈妈原本以为是单纯的肥胖 今天才明白 自己儿子很有可能是基因变异了 孩子完全不听妈妈的指令 妈妈只能强行将他按在凳子上 根据妈妈描述 最近几年孩子的体重暴涨 几乎每年都要长20斤 并且永远无法吃饱 有时恶极了回去烦垃圾桶 在学校里吃饭 更是没人控制 一人能吃三四份 并且智力低下 脾气十分暴躁 种种迹象不表明 男孩很有可能是小胖威力总和症 苏医生今晚为男孩进行查题 检查结果吓了医生一跳 只有八岁的他高丸发育异常常数 极有可能是性造数 并且男孩后波更黑了一大片 这在医学生被称为黑脊皮 是糖尿病的前兆 妈妈文也吓了一跳 他起初还以为是没洗干净 从没想过这么严重 苏医生表示 男孩必须住院进行检查 然而检查中男孩十分不配合 对于医生的指令也致若亡闻 没有办法妈妈只能拿出食物 在食物的诱惑下 男孩才勉强做完所有检查 让医生无奈的是 孩子就一太晚 不仅是行为还是疾病 都很难再控制 而同样患有小胖威力风和针的小西瓜 八个月时就被确诊 因为提早干预 已经出不见成效了 刚刚才吃过午饭的他 看到一旁的小姐姐在吃方便面 就瞬间做不动道了 但尽管如此 他还是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和行为 没有上手去抢 在生长激素的作用下 小西瓜的语言和运动发育都在进步 小胖威力综合症虽然无药可治 但是只要医生和家长共同努力 提早干预和引导 就会和正常孩子一样 如果像羊羊爷爷那样 总是无节制地给孙子吃零食 是无法控制住疾病的 我们家长对这些孩子克制的爱 才是他们的良方